这节课我们讲一下Java的条件分支 Java的条件分支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可以写一个if语句 还有的话我可以写一个if else 也就是说如果成立做这个 如果不成立做这个 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if else if和else 这里面又多了一个条件判断 那对于分支来讲条件判断非常重要 条件判断主要用两种方式来实现 第一种的话就是说我会定义一个不吝值 那这个值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是处第二种是这个false 除了这个不吝值 还有就是用这个比较运算符 比如说大于大于等于 或者是小于小于等于或者是不等于 举个例子 开文老师要买一个笔记本 那买什么笔记本呢 那取决于开文老师想花多少钱 比如开文老师有8000块钱 那就可以去买一个Mac的笔记本 Mac笔记本比较爽 如果呢 钱没那么多 只有4000块钱 那开文老师只能买一个神州的笔记本了 凑合先用着 那这个时候呢 具体是买Mac笔记本呢 还是买这个神州笔记本呢 那取决开文老师有多少钱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吧 好吧 开文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衣服和Else怎么用 还是不太明白 那开文老师再举个例子 那你先告诉开文老师 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最近 我刚来到北京 我想在北京找一个工作 找个工作 找工作的话 你有什么需求吗 具体的要求 我希望工作能给我解决户口 就这么一个条件 如果不能解决我的户口 能给我高薪也是行的 还想要个高薪是吧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针对Ruby的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这么来实现 首先呢 Ruby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解决他的户口问题 第二个条件呢 是解决他的一个薪资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来写 义父 公司能够解决他的户口 那么Ruby呢 就会去这家公司去工作 如果不成立的情况下 能不能给Ruby一个高薪呢 这样Ruby可以过一个 比较舒适的生活 那这个条件如果成立的情况下 Ruby也会去那家公司去工作 如果两个条件 都不满足 那估计Ruby啊 只能去其他公司去面试了 去找工作了 对不对 对 嗯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赶紧看一下代码吧 好吧 好的好的 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凯文老师买笔记本 这个需求 如何用代码来实现 首先呢 我需要在这个地方 定义一个变量 Deposit Balance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凯文老师的账户余额 我先付给他一个出值 比如说是 8000 这样的话 凯文老师的账户余额有8000块钱 我现在来用分支来实现它 if 我的账户余额 Balance 等于 8000 那么凯文老师呢 就可以买一个Mac了 I can buy aMac laptop 对吧 买一个Mac的笔记本 如果不是8000呢 是4000呢 那么凯文老师 就可以买一个 只能买一个神州笔记本了 Deposit Balance 等于4000 凯文老师看到这 这个单词拼错了 Deposit 对吧 送款余额 那这个时候呢 凯文老师 只能买一个神州的笔记本了 神州是 A Pathy Laptop 否则的呢 如果 卡普老师 连4000块钱都没有 那估计什么都买不了了 我们就打印 System 2.out 2.out 2.println I can't I can't I can't buy anything 好 我们运行一下 看看是什么一个结果 啊 啊 看我老师 看我老师能够买一个 Mac的笔记本 那是因为现在老师的余额有8000块钱 那如果我改成4000呢 就应该变成只能买一个神州的笔记本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结果 是不是变过来了呢 那么针对这个条件分支 需要大家特殊注意一下 这条件分支呢 现在就是说 我面前有几条路 我只要走了其中一条 在条件成立的情况下 走了其中一条 那么另外的其他路 我都走不了了 那针对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相当于是我只要执行这个分支 那后面的两个分支 就一定不会执行 如果我执行了中间这个分支 那另外两个也不会执行 那到底执行哪个分支 关键就看我中间的这个语句 哪一条成立 只要这个条件判断成立 那么他就会走这个分支 那针对目前这种情况 实际上凯文老师都是用 拿这个存款的余额和这个值来比较的 那么如果等于8000是什么一个情况 如果等于4000是什么情况 那其他是什么一个情况 是不是很简单 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的那儿呢 我们就用这个译筹来看 那我们就用这个译筹来看 感谢观看